港炯9月25日上映至今 短短四天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 而取代了黄博和王宝强成为炯系列的男演员包贝尔 这次呢他出色的表演也是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 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包贝尔可是差一点就和港炯擦肩而过了 我接这个戏之前我特别对不起另外一个导演 也是一个中国很知名的导演 他有部特别大的制作的戏找我演 但是那个导演呢就是不跟我签合同 是因为他们的资方觉得我名气不够 一直到那个戏导演做了很多工作 终于那个资方决定跟我签合同的时候 公司突然摁住了就说你先不要签合同 说我们想让你见一个人 去了之后一直到楼下我才知道见的是徐征 塞翁是马胭脂非福 错过了大片的包贝尔 却预见了徐征和他的港炯 说的本身就是个太炯迷 朝着喜剧界发展也一直都是包贝尔的梦想 而话不说小包子就成为了港种的一员 为了培养良好的默契 开局之前两人可是在私下进行了不少的互动 现在想来包贝尔也是叫苦不迭 我跟徐徐征两个人做了好多关于表演类的游戏 比如说我把我的袜子脱掉放到他的后腰 他把他的袜子脱掉放到我的后腰 然后就像私名牌一样 谁先抢到谁的袜子就可以拿袜子抽对方的脸 刚开始我特别不好意思 因为我跟徐征没那么熟 然后就就就我只是那个嗨嗨嗨 然后其中他就特别是就是抽我的脸 如果说港种会是包贝尔演艺山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话 那么之前的至青春就是他开拓演艺生涯的最重要一环 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包贝尔就为新近导演赵薇一眼相重 出演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可在刚开始知道电影导演是赵薇的时候 包贝尔的反应其实是这样的 青春的时候我正在山东早庄拍一个电视剧 然后突然说赵薇要见你 我说什么事啊 说他要当导演 赵薇能当导演吗 他不是个演员吗 反而是这个新人演员在试戏的时候把导演给热哭了 赵薇特别逗 我记得赵薇坐在一个门后 一个门后只露出个头 然后我越演的时候他越回 越演的时候越回 最后只露了一只眼睛 然后拿着纸在哭 包贝尔在至青春当中饰演的是一个刘吉生张开 尽管这个老张没个性没地位没财富 但却生个一张翘嘴 凡是经过他口中说出的话 全都和他的发型一样 有种天然的土幽默 还有一点积极向上的 慷慨激扬的 今天我们在学校是好学生 明天我们在社会上就是好栋梁 来 为准追就追不久了 哪个老婆要是跟了我 那真是爆铁天雾 俗话说的好 男人一代是见过了玫瑰 谁还看得上眼草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插科打魂的小配角 在包贝尔的细腻表演下 竟然也在青春里深埋了一段 不为人知的刻骨恋情 成为全篇最大的泪点之一 千万不要以为 包贝尔的演艺之路 是一直都这么顺利的 刚刚毕业那这儿 他可是曾经经历过不少的坎坷呢 毕业之后呢 我一直在跑足 那时候我经常背着书包 然后到足里敲门 我说有角色吗 有没有角色了 有有台词的吧 那个要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就给一句台词就行 在北京的房子都是租的 而且我们是和很多人合租的那个 合租的那个房子 最早的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很小 大概只有你们坐在这儿的八个凳子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开门只有一张床 什么都没有 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 因为暖气要要交钱的 幸好现在的包贝尔 那可是事业家庭双丰收 不仅抱得没人归 还喜货爱女小饺子 幸福包 累一点也无所谓啊 行吧再见 变变这么大